不幸的童年要用一生来治愈 大众评价张爱玲绝情刻薄 我行我素 却不知她其实是被伤怕了 她有一个暴力的父亲 冷漠的母亲 和一个恶毒的后母 被殴打 被囚禁 被抛弃的经历 把她变成了一个嘴上不饶人的肖匠 但当我们真正走近她时 会发现 她不过是个可怜的 缺爱的 没有安全感的孩子 很多人说她心狠 因为她攒了一大箱子钱还给母亲 只为何母亲钱财两清 还拒绝了她母亲病危时提出的会面 不懂的人说她不笑 但懂她的人就知道她的苦 她是在报复母亲的冷漠 张爱玲小的时候 她爹吃喝嫖毒 抽鸦片 她妈妈受不了 离婚后一走了之 完全不管她 后来她爹娶了后娘 她只能穿后娘不要的衣服 她记得有一件暗红的薄棉袄 穿上像浑身生了洞窗 因为没有衣服换 只能一天天穿着 一直穿到了春天 她不敢猜测同学们怎么看她 因为她自己都感到深深的厌恶和耻辱 后来她母亲回国 她去看望 她后妈勃然大怒 抬手就是一巴掌 她爹听到争执 不分青红皂白 对她全打脚踢 她回忆到 无数次耳朵也震聋了 打完后 她爹就把她囚禁起来 一关就是大半年 还说要用手枪打死她 这期间她得了严重的利己 可她父亲不请医生 不给药 就让她躺着等死 你说她躺在病床上 看着秋冬里淡青的天 会不会想 如果母亲在 她是不是不用受这些苦 最终她成功逃去了母亲那里 以为有了家 却没想到母亲只爱淑女 而她太笨拙 因为母亲的疏离 她每次伸手要钱 都觉得很难堪 有一次学校的弗朗士老师 赠给她800块钱 说是奖学金 但她母亲却认为 她不要脸勾引老师 竟在她洗澡时 闯进浴室 要检查她的身体 还说 我懊悔从前 小心看护你的伤寒症 我宁愿看你死 也不愿看你活着 使自己处处受痛苦 这让张爱玲变得更加自卑 敏感 自我封闭 她曾说 我等于一个废物 一般人回到家 都觉得温暖安全 当张爱玲回到家 反倒更尖锐地感到缺乏安全感 她用赤裸裸地站在天底下 来形容自己得不到保护的感觉 虽父母健在 但无家可归 这让张爱玲比常人更期待家庭的温暖 但不健康的原生家庭 导致的可能是不健康的恋爱 既是聪慧如张爱玲 也难逃其影响